与会的各级长官 抱歉我就不一一称呼了 向你们致意跟致敬 感谢你们的历临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下午好 这个 我们在决定举办这个论坛之前 然后采取报名方式 结果呢 一下子涌入300多家的企业 但可惜因为场地有限 我们就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 但是今天我们会把论坛的所有语谈 然后放送到各个媒体 因为根据调查 这个台湾的人力缺功 是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严重 那不一定全然是少子化 对于人的外移 对于很多在学校里面 甚至于包含有招生不满的情况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一人力银行是一个大型的平台 尤其在我们的创办人 林文雄 林总裁 他一生自力 就是要社会公益 要社会进化 要社会更好 所以在AI的人工 那个智慧兴起的时候 他也突然发现 在很多的产业 包含停车设备 原先所需要禁用的人 那或许因为科技 然后减少人力的运用 但是很重要的 人力不等同人才 所以在人才的培育上面 我们也期待跟发现 这是一个当务之急 那所以呢 在我们整个集团 这个林总裁特别下令 我们亲所有的资源 包含整个的系统 我们开始走向迅速精准 为什么 就业没合 在以前多子化的时候 大家有很多选择 可是在少子化 在缺工的时候 就会发现 精准就业的重要性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也配合了乔委会 我们积极地打造多余网站 然后呢 发展多余系 让很多能够 桥外生 甚至于境外生 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那我们也更赤字千万 教育部在做YOKAN 那我们发展九大 因为YOKAN 针对旧学 九大智能的测评 针对旧业 所以在这些方面 我们也愿意跟配合 各个学校到各个学校 去进行质押讲座的宣讲 不但让学生们知道 如何填写履历 更希望我们在他们的 职能视性上面 给予他们最大的帮助 所以求职防诈骗也好 然后我们怎么样精准的就业也好 这都是我们决定推动的工作 所以今天很高兴 来到我的出生地 我是高雄人 我是奇景 所以我对高雄有一份 特殊的感情 那也在我们整个南部的 进行跟发展 我们决定 从今天的论坛开始 我们深根深化 提供最多更好的服务 希望今天的论坛 大家都能收获满满 然后各位呢 都能够啊 这个在我们现在 目前所需要的人才 这个处境中 然后透过我们的精准服务 让大家企业能够呢 蓬勃发展 振振日上 与会的各位 身体健康 事事顺心如意 谢谢 谢谢